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暗区突围女团黑卡蒂这些细节有些东西啊 黑卡蒂深度解析 暗区突围黑卡蒂奇迹农场的目的是什么 黑金国际又有大动作了 暗区突围背景故事推测 暗区突围代理人版本更新公告说南方军撕毁停火协议 客伦要开始来应的了 首先黑卡蒂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这个名字起源于希腊神话 也叫赫卡腿 最有意思的是 这位女神在人类之间爆发毁灭性的战争的时候 就会出现在战场上 这刚好和我之前讲到钢格尼尔计划不谋而可 为什么这么说呢 阿贾克斯拦截了运送钢格尼尔计划关键零件的车队 直接导致了钢格尼尔计划的失败 而PV里月球旁出现的卫星空间站就有点隐喻啊 如果钢格尼尔计划是卫星轨道炮的话 必然和黑卡蒂这次行动有关 但黑卡蒂的曝光语音中有这么一句话 这次的敌人是阿贾克斯 我的老对手 上一次 他躲在乌龟壳子里狗活三个月 提到三个月这个熟悉的数字 就能想到阿贾克斯曾属于北方军田线要塞的首领时 他这里坚守了三个月 后来为雷顿伊尔救援争取的时间 围看阿贾克斯整个剧情的重要节俭 与黑卡蒂口中的 躲在乌龟壳子里狗活三个月就非常吻合 而当时黑卡蒂应该就是南方军制边深渊小队队长 在田线要塞与阿贾克斯对峙 或阿贾克斯和黑卡蒂打起来了 你会在哪一边呢 我看很多人喜欢吸引角色 而回到正题 看样子黑卡蒂处于南方阵线的那一部分势力 我们还要从他的武器下走 红黑卡蒂的曝光例会中 我放大看枪的细节 并且在暗区突围的枪支系统中查找 终于被我找到了 金苏不久MCX突击步枪 而黑卡蒂手中的枪应该是MCX突击步枪的改配版 在游戏中使用MCX这把枪进行选配池 就要在黑金联系的那里购买 可以证明这是一把黑金的枪 另外MCX又把突击步枪当带在现实中叫做西格绍尔 MCX突击步枪都得过西格绍尔旗下 带来2013年设计 2015年定型 都活跃在西方民间设计领域外 也有一部分被美军海豹6队所采用 我们看代理人匹配中 还要在阿甲克斯帽子上的蛇 为西部林班响尾蛇 这种蛇主要分布在美国西南部 也侧面应征了黑卡蒂也是黑金的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官方玩梗 因为名字叫做代理人 剧情中主要出现两个人物 就是阿甲克斯的黑卡蒂 那最新出现的黑卡蒂就很有可能的黑镜代理人 而这一次 飞行国际将有一次大折动作 很多PV细节就可以透露出来 首先出现新的首领黑卡蒂 日希腊神话赫塔腾的原型 那位女神会降临在毁灭人类的战争中 而在农场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计划 也只有刚格尼尔计划了 首先 对于刚格尼尔计划 目前有两种猜测 一颗核弹 一个卫星轨道炮 而在这里 就认为是卫星轨道炮了 大概PV中有一个镜头聚焦在了月球 旁边还有一颗卫星 这颗卫星说不定就是刚格尼尔计划的重要设施 我们再看 阿亚格斯为什么要在前线要塞死守三个月 除了军械库有大量的武器之外 另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军械库地底发现了不得了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就是刚格尼尔计划的地下研究所 通过观察地下研究所的地图 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的设备非常完善 也有一部分武器留存 雷诺伊尔身上的战甲 也是来自于军械库的地下研究所 而后来雷诺伊尔来支援 也发现了第一个东西 另外这些 黑卡地到底想要干什么 或者说黑金到底想要干什么 对了 对于暗驱图为PC端上线了 想是兄弟们可以打开球技加速器 搜索暗驱图为 眼镜一眼加速 旁边还有一颗教程 没事让兄弟们可以在东华马蕾书 白白鸭的预计参见会员市场 我们大胆猜测 黑卡地从一开始就是负责 钢格尼尔计划的人 毕竟黑金帮者是南方郡 而黑卡地之前就在军械库与阿甲干过一仗 这次重返农场 就是为了重启钢格尼尔计划 所以重启的第一步 就是要夺回当年的领地 所以在带领人PV中 看到战斗画面就是在农场 而且有类似审讯室的地方 说不定就是用来审讯阿甲克斯的 毕竟他知道钢格尼尔计划零件的下落 三广大德说 克伦本来就是把卡莫纳当作实验场地 但前下落塞花费的人力物力 担救的东西 就只因为丢失零件 而场地被占领就不要了 那么可能 那么肯定要夺为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在PV中 有个片段就是 把阿甲克斯的士兵比喻成了钉子 然后一颗一颗的把拉起来 而钉子所呆的地图就是农场地图 在官方版本前瞻里说的是 黑卡地占领农场 阿甲克斯又回到了乌龟壳子里 我觉得黑卡地肯定很无语 之前就在乌龟壳子里说的三个月被打下来 现在又来 所以说黑金的下一步行动 就是重启钢格尼尔计划 暗区的势力又将迎来辛尼伦的洗牌 现在已经在和阿甲克斯干仗了 雷诺伊尔还远吗 就希望到时候给雷诺伊尔出一个帅点的例会吧 做饰品连素材都没有 太难了 结果我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黑卡地 在希腊神话中 人们在月食祈祷 黑卡地就会出现 PV中月球那一幕月亮变成了红色 诶 这不又对应上了吗 所以说黑卡地的原型就是赫卡腿 女神 不让你们看出来了没 我们说呢 这次黑金难道要站起来了 感觉越来越有意思了呢 该说不说 伯方很喜欢用神话故事来做原型 克罗还终于是忍不了南卡蒙的骚扰 出手了 障期我们猜测 黑金将重启钢格尼尔计划也没什么问题 有人说这段剧情是发生在 南北战争大反攻时期 前来刚刚直接说南方丁撕毁停火协议了 那明介慈事件 这发生在南北战争打完之后 那这时的阿贾可能因为已经被抛弃了 但具体是什么时间 有两个猜测 一个是在北山会议之前 一个是在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在之后 也就是说这段剧情是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柯伦在暗区主要研究有两个 因为刚格尼尔计划以别克斯电子材生化实验 这两个计划一个被阿贾克的炸桥夺取了一件 另一个被迪克文森策划了北山袭击案 本来靠黑金回归的多斯也摆头了黑金的控制 就电视台站了一下的 但是研究人员米哈洛伊也交给了艾贝塔 怎么说呢 整个战场几乎处处受到制衡 柯伦肯定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一样 于是这次又准备来波硬的 想改变目前这一种局势 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新一轮的战争 重新分割暗区的战场以及势力 所以南方兵直接炸了农场 并派黑卡一个精英小队去把计划办无意识 其实这次计划的南唐目应该也早有预料了吧 你想想北山会议为什么开 不又为了联合起来对抗这些大国吗 就是西安倒霉的是阿贾克斯吧 当然有可能是之前 如果目前没找到更多阵 你觉得呢 在新剧情里 阿贾克斯凑回了前夜要赛 估计之后要赛可能也死两个首领 毕竟军械库地底下的东穴 肯定肯定要夺回来 而说不定这只是个开始 其他南谈得知了发生这样的事情 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